你 我不行 你行他 我真不行 你真的可以 他不可以 温柔 你 喂 你在公司吗 我在啊 温馨不在吧 他 他不在啊 好 我马上到了 喂 他为什么要问我 在 在 我不知道 我 沐昕 你干嘛呢 等他过来啊 你这 玩这么大了 如果你敢告诉他我在这儿 你就死定了 我 你 找我什么事啊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咱们这次大宿 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 我整天整夜地睡不着觉 总感觉吃不饱 但吃完了又想吐 那你这可能是 压力太大生病了吧 但具体什么症状我也不知道 反正 这个秀痕有可能要崩 那怎么办啊 赶紧治病啊 吃了又能怎么样了 新病 还得需要新药医 那你去医啊 这怎么医得好 还需要一个药引子 什么药引啊 你 你 温柔 你接下来说的话 我希望你谨言慎行 我需要 你牺牲一下你自己 你不要乱说话 我 你不说什么名 怎么了 没事 我 救急复法 你你继续 反正就是 我需要你牺牲一下你自己 但不是跟我 是跟一位袁小姐 袁小姐 你也知道我的心病是因为善良 而善良的心病是因为寻觅出世 那寻觅出世的根源就是因为江先生 跟袁小姐解除了婚约 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了 而且袁小姐答应帮我们寻觅澄清 但她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见到江先生 但现在江先生躲了起来 所以呢我要找一个人跟他约会 把江先生给弃出来 但这个人的条件必须要帅气 优秀信得过 还不能出卖我们 所以我想来想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适合的人选就是 你 这事 真不行 你行 我不行 你行他 我真不行 你真的可以 他不可以 你在啊 我说你为什么让我在不在呢 原来是要挖墙角的 哎 苏子光好得也算是个墙面吧 他现在是我的墙面 我说不行 亲妹妹 我宛如亲姐妹的亲妹妹呀 我已经告诉你江先生 他没有分手了 已经算是人至义尽了 我说我自己会儿童子 我先看小朋友